今天要帶大家看的就是 Google 出的最新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Google Pixel Buds A Series A 系列的這款耳機 如果說你剛好預算有限 而且也想要找一款非常適合講電話的手機的話 就趕快跟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但在這之前還是要先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GO 嗨嗨 我是麗真 這次帶大家看的這款新耳機 其實我自己也觀望了非常的久 就是因為它就是比較輕巧啦 比較小然後又看起來蠻簡約的 所以感覺是還不錯 但實際上用起來是怎麼樣呢 就趕快跟我們一起來看吧 那首先拿到這個盒裝真的是 非常的簡單、非常的小就是 Google 耳機 很明瞭吧 然後來打開看看好了 就直接打開的話 一開始就是它的耳機的本體 我自己覺得正面看起來非常像一顆蛋 但它其實就是這種扁扁的 然後非常非常的輕 有點像鵝卵石的造型 搭配中間這邊有一條灰色的線 那因為台灣只有上市這個顏色就是 就是白 也是非常的簡潔明瞭啦 就是白色的這樣 那打開來看的話 我們待會再來細看 但是我們先把這個盒裝拆完好了 然後繼續往下看的話 它就是有一個它的線 跟我這邊先看到的是 一個非常非常強的線 就是看起來根本就是可以拿來充手機 那基本上就是 Type-C 非常的方便 也是就支援快送的那一種 那如果說你怕耳機的大小 不適合你的耳朵的話 其實它裡面也是有附這個 就是不同大小的耳機的塞 就是有一組大的跟一組小的 那中的好像已經放在上面 就是看你自己的耳朵大小 來去選擇你想要用哪一種 其實一拿到這個耳機 我們剛剛就有講到它看起來非常的輕巧 實際上重量也是非常的輕 就是包含充電盒家裡面的這兩個耳機 單體的話也只有52克左右 真的是非常的輕巧啦 感覺放在口袋裡面也是非常的OK的 那比他們家之前出過的Pixel Buds 比起來的話 整體的體積也是小了大概20%左右 所以說應該算是真無線藍牙耳機裡面 算是比較小的一個型號了 那打開來看的話 如果你要把你的耳機拿出來 會感覺到很明顯的磁吸力 我自己是覺得這樣還蠻好的 就是比較不容易掉嘛 這樣倒也比較不會出來 然後它這次耳機單體 我覺得它做得非常的特別 就是有點一體成型 但是又比較像是那種 運動類型耳機的感覺 它旁邊還有這個東西去扶住 扣住你的耳朵 讓它更不容易會掉下來 但是實際上戴起來的感覺舒適度 還是要看每個人不一樣啦 但因為它也有附了不同size的 這個耳機的軟塞 所以其實比較過後 應該還是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適合的那個大小 那像是雖然說它的充電盒這麼小一個啊 但它其實續航力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如果說你單次去聽音樂的話 只有音樂的話大概是可以聽5個小時 那如果通話的話至少也可以聽到2.5個小時 如果說再加上充電盒回去回充的話 其實用到24個小時都是沒有問題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樣帶出去一整天一集用的話 大概一天到一天半再充電都是OK的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它其實是用Type-C的充電孔 但也有支援到快充 大概就是如果你充15分鐘就可以多用3個小時 其實也算是非常快啦 就大部分的真無線藍牙耳機好像都是這個速度 就還是OK的 那大家想到真無線藍牙耳機 應該大部分的人拿來都是想要來當作通話使用的嘛 所以其實降噪功能就非常的重要 我們剛剛也有看到它其實就是這種軟塞系教室的 所以其實它被動抗噪是做的還蠻不錯的 只要你夠密合你的耳朵的話 基本上都是還OK的 但比較可惜的是就是它沒有做到 現在大家很廣泛推出的那種主動降噪啦 就是可能你還是要音樂開大聲一點才會真的聽不到外面的東西 那比較特別的是為了要讓大家通話更順利 其實它有做到一個叫做支援波數成型的雙麥克風 那這個功能它可以做到什麼呢 它就是可以幫助你可能譬如說你在外面走路啊 比較吵雜的環境裡 它還是可以主動的focus在你的聲音上面 還有focus在對方講話的聲音 然後自動去調整這兩個大小 讓你可以隨時都能保持一個非常清晰的通話狀態 當然它也是會自動幫你調整音量的大小啦 所以說如果你有開啟這個功能的話 在通話品質上面應該是會有一定的保證啊 我們待會也會來測試看看它的感覺是如何 來給大家看看 嗨 嗨 嗨 聽起來還清楚嗎 蠻清楚的 我現在 我現在人在公司樓下 這邊有非常多的車跑來跑去 但是我音量大概只開了50%左右吧 然後聽你們那邊的聲音也是蠻清楚的 因為我們這邊比較安靜 那你們聽我的聲音是OK的嗎 有很多車聲嗎 沒有什麼車聲 沒什麼車聲 那你們的距離跟手... 就是你們拿手機的距離是很近的那種 還是就普通放在桌上 普通放在桌上 普通放在桌上 跟手機的距離應該有... 超過... 60公分 超... 因為我這邊聽起來是覺得 雖然我只有拍50%的音量 可是我這邊聽起來你們的聲音是非常清楚的 我現在靠近靠近手機 超近嗎 很近 那... 那這樣子的話我會覺得它的... 可能真的做蠻好 因為你們很近跟很遠的時候 我覺得聲音...人的聲音都是差不多大小 這樣子呢 現在這樣就差不多 就有變得比較清楚一點 但跟剛剛站很遠的時候 其實清晰度上面是沒有查到... 我們剛剛也實際測試過 它其實通話品質是真的還蠻不錯 就是一個我覺得非常適合拿來通話的 耳機啦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也有做到相當純度的方便性 就像是觸控的去操控你的音樂啊 然後接聽電話這些都是OK的 只是比較可惜的是 如果說你想要調整音量的話 還是要拿起你的連接設備 就是像手機啊 去開那個APP 來去調整音樂的音量大小 比較沒有辦法直接觸控 這是我覺得稍微比較可惜的地方 至於在防水的部分呢 它則是做到IPX4的防水防塵 就是普通的防水防塵啦 並不是說你可以丟到水裡面的那種程度 但是大概一般雨天都還是還算OK的 那至於在音質部分的話 它則是雖然說它體積非常的小 但它有做到12mm的大動圈 所以其實聽起來是還不錯 就像我們剛剛通話的過程當中 聲音也是非常的清晰 那如果說你是想要針對聽音樂的話呢 它聽起來呢 三頻還算均衡 然後低音也還OK 人聲的話 稍微有一點點比較簡單 但是應該是聽不太出來 不會到那麼明顯 主要還是要看你搭配的裝置啊 就可能你是用iPhone 或是用Pixel 甚至是用到Sony的那種 比較適合聽音樂的設備來去連結它 會有些許的差異 或者是你的串流平台 有沒有支援到比較好一點的 串流音樂服務的話 都會有差別 但實際上是覺得還算日常OK堪用 然後聽起來也還可以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比較喜歡聽那種 比較重的節拍 比較重低音比較強的那種音樂的話 其實它也是有一個叫做中低音開啟音加強的這些功能 然後背後的EQ那些都可以去設定 可以調整成你喜歡的樣子 所以應該算是還OK啦 至於在連線的部分呢 它這次是做到藍牙的5.0 就是大概10公尺左右的距離都還算OK 應該是不會離到那麼遠 畢竟大家搶電話碼手機一定會帶在身上 所以基本上日常使用都是可以的 然後如果說是配對Google他們自己家的手機 當然是沒有問題 它會直接會有一個應用系統在裡面 那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安卓手機的話 就是特別去下載他們的App就可以了 那大家應該比較關心的就是 它連接iOS是不是可以用的呢 答案是OK 它的配對率也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不太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它也有支援到就是你這樣打開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開機 那放回去它就會自己關掉 所以其實都還OK啦 就還是會有像是iPhone接 AirPods那種跳窗的設計 所以就一切用起來都還算是方便的 如果說你跟我一樣是很容易把耳機弄不見的人 也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它也是有支援到尋找耳機的服務 只要你在你的手機上面按尋找耳機 它就會發出BBB的聲音 讓你趕快可以找到它 但是因為它耳機畢竟這麼小一個嘛 能發出的聲音可能也是有線啦 就是僅現在你可能掉了 然後找不到就趕快按一下它就會發出小聲音 讓你可以趕快找到它 算是一個有點小貼心給糊塗鬼的功能 如果要說這支耳機有什麼特別特別吸引人的功能的話 我會覺得如果你是一個Pixel手機的使用者的話 來用這支耳機應該會特別有感 因為它的Google相關的整合功能都非常的好 包含呢像是如果你想要請它幫你做任何事情啊 甚至是翻譯的話你只要跟它說 OK Google 請幫我翻譯英文 那跟你聊天的對象或是你現在聽到的東西 英文進去之後它就會幫你翻譯成中文 讓你馬上聽得到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厲害 有點即時轉入的功能啦 我自己是覺得整合部分是做得非常的好 至於它的價格呢 我們就放在這邊 就是3290 應該算是目前真無線藍牙耳機裡面 算比較偏中間偏低的價位了啦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找一個功能性非常的齊全 然後音質真的很好的話 那當然六千多塊以上的更多選擇 是你可以去決定的 但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預算有限的 那主要是通話功能的話 會覺得這支耳機確實是還蠻適合你的 最後呢幫大家統整一下 我自己覺得這支耳機比較好的幾個優點的話呢 就是它的耳機非常的不容易掉落 然後它在通話上面非常的方便 Google整合很好 而且在預算上面的話 確實是有很大的加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要購買 你看看這次Google的新耳機 大家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是麗姐我們下次見 掰掰